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愿圣灵引领我们 安静我们的心灵 来到亲近上帝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破碎中的祝福 我们先听听雅各书第二章 三至六节 第三节 你们就仲看那村华美衣服的人 说请坐在者好为上 又对那穷人说 你站在那里 或坐在我脚椅下边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 用恶意断定人吗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 上帝岂不是简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负足 并承受他所应许 吸那些爱他知人的国吗 第六节 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那负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 拉你们到公堂去吗 这位牧师他是驼背的 行走也需要拿着拐掌 不过他多年的牧会生涯 却让人看到他以靠上帝 这个就是他力量的全员 在1993年 威廉八百牧师 就被诊断患有僵直性脊椎炎 导致脊椎尖黏硬化 身体亦日益衰弱 有人亦很不客气地对他说 八百你不适合继续做牧师了 应该开始找其他工作吧 因为会众都不希望身体有残疾的人 来做他们牧师 但是八百克服了这种伤人的评论 最终上帝不单使用他牧养教会 也让他能够为那些被排斥的人 和弱势社群 发出强意有力 并且受人尊敬的声音 尽管一般人可能不太知道 要怎样对待残障人士 但是上帝是知道的 那些只是重视外表两例 身体壮健和金钱物质的人 很可能会错过得如其来的疾病 或者伤害所带来的祝福 雅各在雅各书所提出的问题 和当中的原则 实在发人心醒 雅各书二章五节经文说 上帝岂不是简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顺尚腹足 并承受他所应许 吸那些爱他知人的国吗 当我们的健康体力 或者其他方面 每方遇下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 不要因为这样而江河日下 只要倚靠上帝的能力 就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我们的软弱和不足 静静就是仰望上帝的契机 正如主耶稣受鞭伤 使我们得意志 我们受的伤害和破碎 亦都可以被上帝所用 为世人带来美好的祝福 各位朋友 你在哪方面 显得软弱或者不足呢 而你的软弱 又怎样能够用来鼓励别人呢 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字 我门有者宝贝 方在雅气雷 亲爱的天父 尽管我又软弱 但仍然请你帮助我 可以使你得着荣耀 奉主名求阿们 在任何一个社会当中 当富有的人 压迫贫穷的人 就是代表未能够实现公平正义 雅各尔都警戒信徒说 不要犯这些偏爱富人 歧视穷人的罪 而为免这一类的罪行 他就告诉我们 要遵守圣经中自尊的律法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条自尊的律法是警告我们 不要因为社会经济地位 而扭曲正义 正如利美记十九章十五节经文说 不可行不宜 不可偏护穷人 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 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轮舍 这位传言公义的上帝 是不会偏袒任何人 又正如生命记十章十八节提到 他为孤儿寡妇申冤 又连爱寄居的 赐给他衣食 而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 就提醒我们说 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电污的虔誠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作 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 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 心灵得祷滋润 灵命得着根生 生命成长更像祈祷 愿上帝赐福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赐福与你